开年大戏就这样突然上演了,在拿到联合国要求胡塞武装停止袭击伤传的决议后,仅仅一天时间,美英突然动手了,对也门首都等多的发起了猛烈的空袭行动,中东战争一夜升级了。 据胡塞武装披露,美国和英国军队发动73次袭击,对也门多处目标发动了打击行动,袭击集中在首都萨纳、赫泰达省、塔伊兹省等地,这其中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装置,以及武器库、维达等设施,袭击已经造成5名武装人员死亡,另有6人受伤。 美国媒体报道,这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躺在医院里,下达了打击胡塞武装的命令,患了癌症的这老兄也真够敬业的,刚从急救势力推出来就开战了,我们看到今天拜登正式对外发表讲话,称美英在澳大利亚、巴林、加拿大和荷兰的支持下,成功地打击了也门境内与胡塞武装关联的多个目标,美国敲锣打鼓了几个月, 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实际参战的就英国一个国家,所谓的六国联军联合打击也门胡塞武装,就是一个噱头而已,其实唱主角的就是美国自己,美国在中东的窘境由此可见一般,在中东屡遭打击之下,如今的美国已是焦头烂了,而拜登支持率又被对手特朗普碾压, 在被共和党一次又一次炮轰拜登软弱的情况下,面对也门胡塞武装,突然对美国军舰发起的多次报复袭击行动,拜登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出手来挽回颜面了, 但是民主党议员却在炮轰,这一次美国对也门的空袭行动,只绕过了国会,直接发动了空袭行动,如果这场战争僵尸下去,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,那么拜登有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, 此前也门胡塞武装无人积极导弹,打击美国军舰都还保留了一手,因为不想彻底和美国把关系搞僵,而如今既然美国率先摊牌掀桌子,先攻击了胡塞武装的本土,胡塞武装肯定也不会手下留情了, 今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称,已经随即对美国在红海的军舰发动打击行动,并称已经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, 但是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军方证实,如果胡塞武装真的在红海击中了美国军舰,那么将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神话彻底破灭,也让老拜登更加被动,不甘心失败的美国势必会升级战争, 第六次中东战争就在所难免了,今天俄罗斯已经紧急上述联合国,要求就美国空袭也门举行会议,这是俄罗斯在投弃权票之后, 突然又在中东杀了一个回马枪,开始紧急出售给美国下套了,此前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, 由联合国出面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在红海的军事行动,中俄等四国投了弃权票, 放行了这一决议,而美国随即就打着执行联合国决议为皇子,对野门多的进行了空袭行动, 殊不知这等于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中东这个大泥潭, 刚刚好不容易从阿富汗战争泥潜抽身而出的美国, 有可能陷入一个更加深不见底的大泥坑之中, 尤其是这次空袭行动参与的国家,仅有英国一个盟友参战, 就连胡塞武装过去的死对头沙特和阿联酋都选择了冷眼旁观, 如今的美国再也不是此前动不动就组织多国联军, 对别国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了, 美国的底牌已经彻底暴露在俄罗斯面前, 被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拖了整整三年的俄罗斯, 怎么能放过这个在中东将美英等西方国家拉入战争一谈的绝好机会, 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占据主动权的俄罗斯, 接下来势必会加大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出手, 侧应胡塞武装和美国的战争彻底搅乱中东浑水, 而昨天伊朗也已经出手, 在向胡塞武装大量提供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同时, 昨天还扣押了一艘美国邮轮, 就是在向美国彻底掀桌子摊牌, 下面就要看伊朗、叙利亚、 也门胡塞武装以及黎巴嫩真助党武装, 如何联手把美国彻底给拉下水了, 如果美国升级空袭也门的战争, 甚至是对胡塞武装进一步采取地面行动, 彻底点燃第六次中东战争, 有些大国也不会闲着, 在南海乃至于台海, 都有可能有好戏上演了, 巴依火药桶引爆之后, 各方大戏纷纷上演, 到目前为止, 最大的赢家是谁呢? 当然不是以色列, 以色列自己也遭遇了巨大的袭击, 伤亡惨重, 进攻加沙地区是费时又费钱, 且没有达到既定目标, 道义上又遭到不少谴责, 日子并不顺心, 也不是哈马斯, 从最初袭击以色列时, 哈马斯就遭遇了巨大打击, 很多骨干分子被定点清除, 元气伤了不少, 现在只想停火, 也不是美国, 现阶段的美国并不想陷入中东泥潭, 而是想把资源集中到亚太地区搞事情, 因为美国在中东折腾了几十年, 已经明白继续陷在那里意义不大, 也不是伊朗, 虽然伊朗被认为是哈马斯后台之一, 但说实话伊朗并没有直接获利, 甚至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还遭遇以色列袭杀, 伊朗内部也引发了恐袭, 损失挺大, 也不是阿拉伯国家, 虽然阿拉伯国家不喜欢哈马斯, 但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, 让阿拉伯国家很没面子, 也不是俄罗斯, 理论上来说, 巴依火药桶引爆对俄罗斯有利, 可以减轻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, 但那有个前提, 就是中东各国出现大乱斗, 但现在那个局面没有出现, 也不是东西方重视贸易的国家, 因为现阶段红海较乱, 很多原本可以穿越苏伊士运河的商船, 都要绕到好望角, 运输成本平白无故上升了不少,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会议者, 大概就是制造红海乱局的胡赛武装, 什么是胡赛武装, 简单说就是中东一只穷的叮当响的武装, 我之前讲过, 也门是中东穷的叮当响的国家, 虽然南部和沙特一样是阿拉伯人, 但因为资源难以开采, 过着自古以来的无聊生活, 全民以咀嚼卡特树叶为乐趣, 胡赛武装是也门反政府武装, 比贫穷的也门政府更贫穷, 就是这样一只穷的叮当响的也门武装, 成了巴以火药桶点燃以来的最大会议者, 从战争开始, 胡赛武装就高举支持哈马斯的大旗, 针对以色列搞袭击, 由于胡赛武装离以色列较远, 那简陋的导弹可能都飞不到以色列那里, 所以只能选择袭击途径红海的以色列商船, 2023年12月20日, 胡赛武装公布了一个声明, 将继续禁止红海上任何国籍的船只, 前往以色列港口, 直到以色列允许将食品、 药品等物资运入加沙地带, 但不会针对任何与以色列无关的, 在红海正常航行的踏过船只, 虽然美国拉着一帮小弟组建联合舰队护航, 但似乎对胡赛武装没有威慑力, 胡赛武装也没有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, 那么胡赛武装为啥那么硬呢? 其实核心元素只有一个字, 穷, 这世界只有一种病很难治愈, 那便是穷病, 很多人可以忍受很多挫折和失败, 但唯独不能忍受穷, 从个人角度来说, 穷是大部分问题的根源, 但是在国际博弈层面, 穷有时候也是一种武器, 主要有两个原因, 第一个原因, 野门胡赛武装的出现, 除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恩怨之外, 还有就是穷, 舆论界常说, 穷生暴力, 这话的通俗解释是, 大家都想摆脱贫穷, 有部分人选择使用暴力的方式脱贫, 于是引发了战争, 因为穷的问题解决不了, 那么选择使用暴力方式脱贫的人便络绎不绝, 所以在贫穷的野门, 胡赛武装基本上不会被消灭, 第二个原因, 在国际博弈层面, 凡事都讲成本和收益, 穷也就意味着成本低, 可以被打败, 但难以被消灭, 所以面临胡赛武装的挑衅, 美国基本上也就是嘴炮还击,